家里破产后 曾经和哀可亲的江家妈妈将五百万支票甩在我脸上 一点一点扯下我的遮羞布 分析我现在和江景到底有多不匹配 当时我什么都不说 第二天就买了出国的机票 我以为我们算是体面的分手 却不知道在我走后 江景翻遍了整个城市 找我整整四年 再次见到江景时 她身边多了位冷艳明媚的大美人 身材窍窍气质高雅 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千金小姐 只是在男人身边 她显得有些小脑衣人 在外人看来 确实是非常般配的一对 刘雨漠说 华月集团大小姐孟月 整体评分可以高达95个女人 我笑道 谁这么无聊 还有这种评分 刘雨漠歪头 台里男同事啊 只要他们听过的明觉 都有打分 对了 他们还给你打分了呢 神经 我又不是明觉 可你是台里一朵花呀 从你入职以来 台里都炸了 他们说啊 你比台里所有主播都长得好看 只可惜家是普通的一些 只能砸92分 我愣了愣 口罩下的嘴角勾起一个浅浅的弧度 将器材都搬上采访车 说道 好了 快点收东西吧 回台里汇报完 我就拖了疲惫的身着回家了 老是小区设施陈旧 甚至没有安装电梯 回家还要爬六层楼梯 我捏着酸痛的肩膀 终于站在了家门口 刚掏出钥匙 到了气的门 直哀一声 从里面打开了 宋暖 你下班了 哪声哪气的声音从门里传出 难保熟练的悬开铁门的把手 眨着黑葡萄似的 大眼看着我 眼里是眼不住的开心 我一看到他 全身的疲倦 仿佛都消失殆尽 宋家许 谁让你开门的 妈咪不是说吗 随便开门很危险的 我板着脸故作生气 但双手已经出卖了自己的喜悦 上前一把抱起奶香奶香的宝宝 把下巴搁在他小小的肩膀上 谁知 宝宝不领情 嫌弃的推了一把我 脏 我皱起脸蛋 无语的戳了一下他的小额头 这性子 也不知道随谁 小小年纪就摆个臭脸 以为自己是霸道总裁啊 房内 出现一位举止优雅 眉眼含笑的中年美妇 头发梳得干净整齐 衣着虽然不算华丽 但与生俱来的气质 显得他与着陈旧的环境隔终不入 这美丽的妇女 是我的亲妈苏洛梅 她从我手中抱过宋家许 笑骂道 我宝说得对 妈咪不爱干净 回家不洗手 就往人身上沾 好吗 你们祖孙俩都欺负我呗 我笑着走向洗手间 妈 今晚吃什么 知道你工作辛苦了 有你爱吃的烤鸭 有爆虾 还有糖醋排骨 嗯 还是妈妈最好了 在国外吃了这么久洋餐 还是咱大中华的美食 对我胃口啊 我洗好手 静止走餐桌旁坐下 也不管什么餐桌礼仪 抓起一只虾 就往嘴里送 所以我没支起筷子 轻轻敲打了一下我的手背 说道 在国外待了四年 怎么从小的礼仪都忘了 宝宝还在这呢 你个做妈妈的 怎么能给他树立坏榜样 宋家许坐在儿童座椅上 聊聊小脑袋 表示已经习惯了 我叹了口气 看着他这性子就来气 一点都不像我 只怪那人基因太强大 妈 我们换个房子吧 这个地方住得实在不舒服 人又多又杂 不安全 我边往嘴挖饭 边和苏若梅打商量 这件事 我回国第一天 就已经沟通过了 只可惜苏若梅打定主意 不肯换房 倒不是因为钱 我表面上是个刚实习的小记者 实际上 我是早已实现财富自由的网文作家 我写的文 只要一放上平台 就会成为爆款 而且多本已经改编成影视剧 一上线就获得无数好评 所以钱在我这里 早已经不是事 苏若梅摆出一副免商量的态度 你忘了你爸的事了 树大招风 做人要低调吗 我知道了 我接过话茬 不再开口 我抬头看了眼墙上的黑白照片 里面的男人不过五十出头 面容硬朗正起 嘴角微微含笑 看着无比和蔼 我收回眼眸 吞下一口酸甜可口的排骨 也不知是刚刚的话题 太过沉重还是什么 只觉得口腔里充斥着苦涩的味道 暖暖 你恨不恨妈妈 当初家里出事了 就逼你出国 突然 苏若梅放下筷子 看向我的眼眸犯的精盈 我埋着头继续吃饭 妈 都是过去的事了 还说什么 苏若梅有些激动 放在桌上的手指 有些微微颤抖 我知道你是怪我的 但是暖暖 江家高门大户 人员复杂 你嫁过去肯定会吃苦的 纵使以前你爸爸身去高位 我们都不一定能保你无忧 更何况当时 我眉头一皱 提醒道 妈 别说了 宋家徐已经长大了 以后这些事 别当的他命说 苏若梅看了眼旁边 乖巧吃饭的宋家徐 收起了花蜂 慈爱的给他加了几口菜 用纸巾擦拭了一下眼角的泪 回到房间 我敲了会儿子 想到今天遇见的人 还是没忍住 打开一个封锁的相册 相册里的每一张照片 男主角不管做什么 始终保持灿烂的笑容 眼底的深情 似是要一出屏幕 直大对方心理 只应给他拍照的 是他深爱之人 我不自觉地伸手 触碰那张精致到过分的脸蛋 心底的疼痛 一点点涌至全身 最终 我果断地点下右上角的叉 关闭页面 第二天 我一到办公室 就听到同事们 在激烈地讨论着什么 暖暖暖暖 快来 主任看到我 老远就对我招手 我带好公开 好奇地凑了过去 主任 有什么任吗 刘宇墨几开其他同事 站到我身边 说道 今天咱们要去采访大人物 主任在指派人手呢 我想大概率会派你去 从我进台里 就跟我不怎么对付的同事周颖 不屑地说了声 开什么玩笑 一个新人也有资格采访大人物 你们知道今天要采访的是谁吗 江市集团总裁江景 多少电视台想要抢他的采访 只能派一个新人去 真是笑话 我一听到这个名字 眼睛疏忽放大 尹姐说的对 这采访我不能参与 工作态度和能力 大家都有目共睹 乃次为活苦活他有推卸过 这么好的形象 不出去多跑跑新闻 岂不可惜 同事们纷纷点头赞同 我的长相确实非常拿得出手 跟了几次任务 就已经凭借颜值 在媒体圈中闯出了名气 我还想再说些什么 主任直接把我的话堵死了 好了抓紧时间 刘宇墨 宋云朗 我们两个跟着宋云朗一起去 记住 问问题要犀利 收视率 你们懂的 采访车上 刘宇墨头疼的挠了脑脑袋 收视率收视率 说的好听 还不是 想让我们去挖大总裁的私生活 现在观众不就想看这个吗 只要是娱乐八卦 收视率保准破天 更何况是江景这么一个香了金的霸道总裁 宋云朗这个老油条 嚼着口香糖 叹了口气 别人都以为这块肥拆 却不知道那里的门道 江总裁这块难啃的骨头 至今为止 还没人能从他手下全身而退 我安静地坐在座位上 一言不发 他们说的什么意思 我当然明白 江景是什么性子 我比谁都要了解 要是按照我们以前的关系 我随便问他什么问题 江景也只会笑着回答 还会为了我的工作配合的多说一些 可是现在 我不知道江景见到我 会是什么反应 保护其会给我难堪 我说到 宇墨 今天你来做主彩 我在旁边配合你 刘宇墨有些不知所措 可是暖暖 主任点名要你采访江总呀 回去以后 他是要看片段的 我泄气地摊在座椅上 恨不得现在直接撂挑子不干 我万万没想到 高回来就要直面江景 还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在三人愁眉不展的情形下 车子缓缓驶入江市集团的园区 高耸路云的写字楼下 已经停满了采访车 江市集团的公开采访 各大媒体肯定是争相报道 我三人走进大会议厅 就学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 但我刚一坐下 其他电视台的记者就围过来打招呼 你是送暖吧 早就听说圈内来了大美人 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反响 你这颜值 还当什么记者呀 直接去拍戏呀 对呀对呀 要不要我给你介绍 我认识好多大导演 到时候红了别忘了 我们就成 刘雨漠看到我心情不佳 挥了挥手 把这些凑热闹的人赶跑 宋云朗摆好机器 看了看我们所在的位置 有些不解道 咱们新城好歹是 京城电视台的龙头老大 暖暖 为什么把前排的位置 让给其他人 要是今天没有采访到江景 主任可不会给咱们三个好果子吃 刘雨漠自信的掏出问题稿 递给我和宋云朗 说道 怕什么 我就不信其他人敢问这上面的问题 待会儿暖暖你上 凭你的脸 不想再怎么样 江总也不会说出什么不好听的话 我疑惑的看了眼上面的问题 全都是一些八卦 我像是触碰到烫手山一般 直接把稿子丢到地上 我如果问出这些问题 只怕江景会当场给我撕碎 而且是半分就情不念的那种 当然 江景对我 应该也没什么就情了 刘雨漠捡起地上的稿子 脑门上全都是问号 突然 全场安静 主任公来了 台上 江景在江市高层的簇拥下 单手插都缓缓入场 质地极好的黑色西装 趁着他高大健瘦的身材 真他妈帅啊 刘雨漠又开始花痴 周围的女记者们在拍摄之余 也痴痴地盯着台上万众瞩目的焦点 高层在江景身侧 正金危坐 反观这位江市总裁 坐姿有些懒 但有一副已然掌握了全场的字役 我还没反应过来 记者们就已经一个接一个 对江景抛出了问题 江景单手执起话筒 闲散地回答记者的问题 但目光始终定格在角落的我身上 他从一进门就捕捉到了我的身影 这个他寻找了四年 也躲了他四年的女人 此刻 竟然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他面前 江景捏紧手中的话筒 目光不断收紧 想看看这个小女人 到底什么时候会为了他的任务开口 我始终没敢抬头 我早已经感受到 远处那道锐利的目光 似乎要将自己揉碎 刘雨漠捅了捅我 暖暖 再不举手发问 今天的采访就要结束了 宋元朗 对啊暖暖 我们任务完不成 回去就是一顿骂 我整理好自己的思绪 发现自己准备的问题 其他电视台已经全都问完了 刘雨漠将手中的纸塞给我 问这个问这个 只要江总回答了一个 明天头版绝对是我们 关于江景的情感问题 别家电视台没有一个记者敢问 可不能创收拾新高吗 我在三考量 台上的主持人已经开始控场 各位记者朋友 还有其他问题想要采访我们江总吗 如果没有 那么今天的记者会就要进入尾声哦 刘雨漠着急 暖暖 快啊宋元朗也焦急的望向我 就算今天江总甩脸子 也比回台里没法交叉好 暖暖 快上 其他电视台的记者也期待的看向我 想听听我能问出什么花来 毕竟星成电台的记者 胆大是出了名的 别台的记者不敢抛出的问题 他们都敢采访 我攥紧拳头 豁出去了 我拿起话筒猛的起身 直勾勾盯着台上的江景 江总 我是星成电视台的 我还有个问题想要采访您 关于您前段时间 和华越集团大小节订婚的传闻 请问是否属实 江市集团 是否有和华越集团联姻的计划 其他记者私底下大呼精彩 但表面上却流露出对我的同情 谁不知道 江景这人最讨厌别人问他感情问题 这位大总裁 一个不高兴 就会让人把记者丢出去 江景挣了几秒 嘴角缓缓勾起笑意 他也直勾勾回望我 拿起已经放回桌上的话筒 语气冰冷地回道 星成现在没人了吗 什么问题能问 什么问题不能问 没人给你培训 这么关心我的情感问题 我让我妈给你疼的位置 让你来当我妈好不好 果然 这人还是一如既往的不近人情 我丧气地垂下脑袋 嘀咕道 谁稀罕当你妈 我要有你这么多儿子 今天就得躺进棺材板板 几秒钟后 我瞪大眼睛 我傻眼地望着手中的话筒 最后的尾音还在会议听里回响 我的一字一句 被全场的机器收录了进去 伴随着的 还有此起彼伏的抽气声 而台上的江景 也清清楚楚听见了我说的每一个字 脸上的表情十分耐人寻味 旁边 刘雨墨和宋云朗双手捏拳 捂在嘴边 瞪大眼睛抬头看望 高层都担心 江景当着记者的面 对这个小女生 做出什么挽回不了的局面 纷纷出言相劝 江总 这小姑娘一看就是实习生不懂事 您千万消消气 不要冲动 对呀对呀 您大人不计小能过 这小姑娘可能 昨晚没睡好 江景低头缓了缓 明明嗓音含笑 但就是令人生寒 最后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出的大门 只大概感受到 身边的目光褒贬不一 最多的是同情 他们可能是觉得 我今天以后就要永久告别媒体圈了 我只记得 刘雨墨和宋云朗一直对着江景道歉求情 求他饶过我 不要把我的工作弄丢 这两人从我刚进台里就一直照顾 我非常感激他们 末了江景也没说什么 只要他们先离开 但我三人还没回到台里 我当众顶撞江景的事 已经在电视台传开 回到台里 主任把三人拎到办公室 就是劈头盖脸一顿骂 宋云新来的不懂 你们两个在台里干了这么久也不懂吗 江景是什么人 得罪了他 以后咱们新城还干什么 他但凡动动手指头 今天新城就要关门 你们知不知道 刘雨墨和宋云朗逼着脑袋不敢吭声 我深知今天是自己的问题 直接将公牌摘下放在主任的办公桌上 主任 这件事责任在我 跟他们两个没关系 随长在我身上 他们管不住我 所以我辞职 您别骂他们了 我放下话 就打算转身走人 主任一个头两个大 谁让你走了 现在的年轻人 怎么气性都这么大 刘雨墨和宋云朗赶紧把我扯了回来 有事大家一起承担 你一个人辞职算是怎么回事 嗯嗯 你们倒是很有意气 主任打开手机 给我发了个地址 刚刚江总给我打了电话 说只要你过去 当面跟他抱一歉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宋云 这次的机会可要好好把握 你别用头脑一发昏 对着江总犯魂 明明是他先犯魂 我轻声嘟囔 最终在主任的一记飞眼下 闭上嘴 主任还是不放心 我一个人过去 指了指刘雨墨 你陪着宋云过去 给我盯着点他 江总说什么 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得了 说几句就说几句嘛 有什么大不了的 好好道歉 这么大集团的总裁 不会真跟你一个小姑娘一般见识的 我一头黑线 那你是真高估江景的素养了 这人工作中和私底下 完全就是两副面红 但就是这么一个人 曾经把我宠上了天 一想到这里 我的心又抽了抽 顺着主任的话 来到江景给的地址 是京城最火的一家酒吧 这里集娱乐 唱K 喝酒吃饭为一体 是年轻男女最喜欢的地方之一 当然 价格也不菲 口袋里没几个字的 可不敢来这么奢靡的地方 我曾经跟着江景出入过这里 那时候有朋友有爱人 曾几何时 我一度认为 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生 哇 这里这么高档 消费肯定不低吧 有雨末的声音 把我从思绪中拉回 四年没来 这里的装修 倒是全都翻了一遍 以江景的身份地位 肯定不会在楼下的散台 所以我二话不说 牵着刘雨末的手 坐着电梯直搭三楼 摸索到我曾经来过的包厢 果然 我推开包厢的门 就看到江景插开腿 姿势闲散地靠在沙发上 只肩把玩着一只 有些旧的银色打火机 我目光在触及那只打火机时 对游的颤动了几分 那是我再一次跨年夜 送给他的 上面 还刻着一朵自己喜欢的枝子花 美其名曰 想让这朵只子代替我陪伴他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江景还留着这只打火机 哟 这谁啊 我没看错的话 这是宋小姐吧 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传来 我一看 是坐在江景旁边的许少宇 他使劲揉了揉眼睛后 确定自己没有认错人 就开始对我冷嘲热讽 许少宇是京城许家的小公子 比江景小三岁 和我同龄 今年二十五 却还像个小孩 他是江景的独围 从小就崇拜江景 也喜欢跟在他身边 所以心思自然都以江景的情绪为主 曾经 他和我也能称得上朋友 暖暖 那不是许家小少爷吗 他竟然认识你 嗯 打过几次照面 不熟 包厢里其余人听到许少宇的喊声 也都停止了玩乐 这里面人大部分 我都不认识 应该是江景这几年新疆的朋友 但他旁边的这两位 我很熟 一个是许少宇 另一个是京城陆家大少爷 陆紫义 陆紫义一见到我 先是不可置信 回过神来 立马转过去看江景的脸色 江景变化了姿势 一条长腿踩在面前的茶几上 单手搭在膝盖上 懒洋洋地转着手中的打火机 始终没有抬头看我一眼 暖暖 过来这边坐 陆紫义起身 想要把我扯到江景身边 刘宇墨越看越不对劲 反应过来才知道 我和江景好像认识 我微微一笑 摇了摇头 不用了陆绍 今天我过来 是来给景少道歉的 今天是我不小心冲撞了景少 我在这里给您赔路不适 对不起 我边说边得江景鞠了个宫 标准的90度 让人挑不出一丝毛病 江景修长的手指停下动作 捏紧了手中的打火机 嘲讽地笑了笑 景少 你倒是很会喊人 现在外面的人都尊称拍声江总 天啊 还提起那个令人不适的称呼 只有无用之人 称呼中才怪一家族背景 现在的他 早已斥诈一方 这令人做我的景少 谁要听 我仿佛听不明白他语气中的嘲讽 自顾自站至身子 窃也道完了 还请将总遵守约定 不要为难新城 祝你们今晚玩得愉快 徐少宇看我要走 急忙起身拦在我面前 道歉这么道 是不是也太简单了 这样 你把那瓶酒喝了 我哥肯定大人不计小人过 绝口不提今天的事 说完 徐少宇小心翼翼看了眼江景的脸色 看他神色流长 就放心地去拿酒了 刘雨漠扯了扯我的手臂 暖暖 那可是高度养酒 一瓶下去 你吃得消吗 我瞟了眼酒瓶 淡淡地笑了笑 事情总要解决 不过是喝酒而已 又没让我卖身 不要怕 徐少宇愣领顺 卖身 早知道 就说让他陪哥一晚了 哥夫寡了这么多年 肯定很需要女人 偏他又只要这个女人 徐少宇暗自懊悔 但话已说出 只能硬着头皮给我倒酒 不用 拿过来 我走上前 直接夺过徐少宇手中的酒瓶 在众人惊呼中 对着瓶口 一口一口往下咽 实在关不下了 就停下来喝几声 刘宇默用手轻轻拍了拍 我的后背 劝道 暖暖 算了吧 何必要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 我把刘宇默推到一旁 脑袋昏昏沉沉的 又要端起酒瓶 往嘴里灌 将颈谋色深沉 知道我的倔劲上来了 谁都挡不住 够了 我不听 继续灌酒 我说够了 将颈起身 一把躲过我手中的酒瓶 砸在地上 酒瓶碎了一地 剩下的酒叶也如树泼在地上 包厢里 所有人都被他吓到了 一个也不敢吭声 我用手背扶罗 身上关节的疼痛又开始了 特别是腰上的 尤为明显 这是坐月子时落下的毛病 我一个人在国外 一个人生下了宋家许 还好有要好的学姐学长照顾我 不然 恐怕现在身上的毛病 还会有更多 江总 是你说够了 这意思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你接受我的道歉了 我没听到江景的回答 我摇晃着身子 刘宇默有眼力尽的上前扶住我 宇默 我们走吧 我不想和这里的人 有更多的纠葛 他们本身 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在刘宇默的搀扶下 我跌跌撞撞的走出了包厢 徐少宇不解 哥 你就这么放过这女人 她莫名其妙消失了这么久 你找了她这么多年 你就这么放她走 将紧冰冷刺骨的眼神 扫向徐少宇 把她动够呛 陆子一赶紧上前捂住她的嘴 把这傻孩子 拖回沙发坐下 我刚走到酒吧门口就吃不消了 我感觉自己 全身都要散架了 只能骗刘宇默 宇默 我刚刚叫了车也快到了 你先回去吧 我自己可以的 刘宇默明明拒绝 不行 我要把你送回家 你先走 我没事的 明天还要上班 回家早点睡 我到家了 会给你发消息的 在我的坚持下 刘宇默只好一步 三回头地离开了 我坚持不住了 找了可以靠的柱子 抵着柱子坐下 我想缓解一下身上的疼痛 再起身离开 我把脑袋埋在双臂之间 身上的疼痛 差点让我叫出声 突然 身上多了一件 温暖宽大的外套 我奋力抬起头 昏黄的光影下 是记忆中那张俊美无愁的脸 我虚弱地说道 江景 你怎么出来了 江景蹲下身 捅紧我身上的外套 不叫井少了 不叫江总了 我偏过脑袋 记忆中的温柔 又出现在自己身边 我只把这当作一场梦 江景看我不说话 轻声叹了口气 醉了 还是哪里不舒服 没有 我的声音闷闷 身上关节的疼痛 一阵高过一阵 医生明确告诉过 我不能碰酒 也不能碰寒石 偏偏那瓶酒 又是冰过的 现在好了 酒精和冰的都碰了 也活该自己疼 谁让自己逞强了 我疼得撕了一声 江景的心也被我救起 直接横抱着我 往车子方向走 江景你干嘛 你要带我去哪 去哪 给你卖掉 我微微抬头 看着江景冷硬光节的下巴 这是久违的感觉 这个怀抱是那么熟悉 上了车以后 司机无多惊讶 自己的老板 竟然抱了个女人上车 再仔细一看 这不是几年前的我又是谁 宋小姐 您回来了 吴伯语气终止不住的欣喜 我对着他礼貌地问了声好 吴伯 好久不见 你们很熟 江景冷冰冰的声音传来 我指着声音 靠在座椅上 偏过头不再说话 只用手掌按摩着身上发疼的地方 想要缓解一下疼痛 酒精上来了 同时身上疼痛男人 我竟然疼得昏睡了过去 江景喊了我几声 没有听到回音 以为我是酒意上来睡着了 吴伯朝着后视镜看了一眼 江总 回哪 冰水湾 再把私人医生叫来 好的 江景注意到 我刚刚一直在捏自己的关节 看我睡着了 用自己的手掌 觉得我刚才的样子 对他捂摩 想让我舒服一些 我在昏昏沉沉中 感受到干燥温热的手掌 扶过身上疼痛的地方 舒服的变换了个姿势 继续睡 回到冰水湾别墅 江景又抱起熟睡的我上了楼 王阿姨看到江景怀里的人 不可思议的张大了嘴巴 没过一会儿 私人医生何敏也来了 王阿姨端着醒酒汤 跟着上了楼 何敏进入房间 看到床上的我 转过身示意江景 江总 我要为宋小姐做全身检查 麻烦你先回避 江景点了点头出去了 王阿姨留在房间帮忙 何敏为我听了一会儿诊 又掀开衣服 给我检查了一遍 心中震惊 对着王阿姨嘱咐了几句就出去了 何敏出去的时候 江景去了书房 两人没有遇上 王阿姨 你把我刚刚告诉你的 附属给江总 我先回去给宋小姐拿药 王阿姨似乎还没从 刚刚听到的消息中回过神 只愣愣地点了点头 等到何敏离开了 才一步步网书房挪 江景听到门口的动静 抬头看向王阿姨 和医生看完了 她怎么说 少 少爷 和医生说 说宋小姐是 是月子病 王阿姨说完 就快速垂下了脑袋 不敢抬头 江景显然没有反应过来 月子病 什么意思 王阿姨抬头 干脆一股脑说明白 就是女人生了孩子以后 坐月子没有做好 留下的病根 宋小姐生了小孩 坐月子的时候 可能没好好休养 所以落下了关节痛的毛病 和医生说 她是不能碰酒和含量的食物的 今天因为喝酒 所以才发病了 江景越听 脸色越难看 原本精致的五官 慢慢皱成一团 她捏紧拳头 气恼地把树桌上的东西挥了一地 生孩子 坐月子 她真是有本事 我找了她四年 她竟然偷偷躲起来结婚生子 宋暖 王阿姨怕出事 只能战战兢兢地跟在她身后 少爷 您消消气 别冲动 一切等宋小姐醒过来 咱们再好好问她 江景不管不顾地冲进房间 但在看到床上那个脸色苍白 仿佛一碰就会碎的女人时 心中的怒气竟无从发作 和医生有没有说她什么时候会醒 王阿姨松了口气 大抵是明早 宋小姐昏睡也和醉就有关系 江景深深地看了一眼我 转身吩咐道 好好照顾她 如果有人打电话过来 就告诉她 她喝醉了 在朋友家住一晚 说清楚 你新朋友 是 少爷 这是江景第二次有了挫败感 第一次 是她怎么找都找不到我的时候 原本这一次 她已经不打算追问我 为什么离开她 只要我重新回到自己身边 她可以做到什么都不问 但是现在 好像一切都变了 江景抓起外套 深吸口气 离开了别墅 第二天 半夜被为了药的我 醒来之后 感觉全身都松弛了 不再像以前那样 醒来之后 依然疼痛男人 我看着陌生又熟悉的环境 猛的一下从大床上坐起 旁边 是枕在床边睡在正乡的王阿姨 她感受到床上的动静 也缓缓睁开了眼睛 她惊喜道 宋小姐 你醒啦 王阿姨 你怎么在这儿 哦 我忘了 你一直在这儿 我拍了拍脑袋 试图让自己清醒一些 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已经搬过来 和江景同居 这里 正是两人曾经的家 一幕幕回应 扭上心头 每一个画面 都是江景对我的好 对了 你家少爷呢 我家少爷 王阿姨心痛 不过也是 宋小姐现在都结婚生子了 再和以前一样 是不可能了 少爷昨晚就离开了 他让我好好照顾你 对了 和医生说了 你落下的月子病 要好好吃药才能痊愈 他先给您开了三个疗程的药 吃完了 他再给您配 王阿姨把昨晚和敏送过来的药 递到我面前 我拧紧眉头 问道 江景 她知道我生过孩子了 王阿姨虽然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这么问 但还是点了点头 是的 平心而论 我认为自己是自私的 我并不想江景知道宋嘉许的存在 江景以后会结婚生子 有属于自己和另一半的宝宝 如果她知道了宋嘉许的存在 指不定是好还是坏 我既不想宋嘉许喊其他人嘛 也不想和她分开 我起床洗漱之后 就和王阿姨告别离开了 离开之前 还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 一根头发丝也不放过 生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但走的时候 我没把和医生给我开个药 我回到家 宋嘉许已经去上幼儿园了 我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就去了台里 昨天的危机和平度过 大家还是该怎样怎样 到了晚上 一位部门新来了几位同事 主任在环境优雅的餐厅订了包厢 以此来欢迎新同事入职 包厢里一派和气 同事间互相敬酒 不能喝酒的同事 领导也不抢求 只是依大家吃得开心 气氛越来越好 男同事趁机打听我的情况 宋暖 你长得这么漂亮 追求你的男生肯定很多吧 对呀大美女 有没有男朋友呀 要是没有 我们可要好好把握机会了呀 好巧不巧 也在这家餐厅 当他从包厢门口走过 听到送暖这两个字 从虚掩着的门缝中传出 他的脚用摆不动了 就这样静静的靠在墙边 倾听里面的对话 倘若是平时 他这样的身份 怎么可能做这样 上不了台面的举动 可每每一遇到我的事 哪怕只是关于我的话 都能把他牢牢困住 想逃都逃不脱 我玩二一笑 端起盛满果汁的杯子 敬了敬在场所有人 毕哥 你别开玩笑了 我一个离了婚带个娃的女人 能有什么人看得上我 有着谈恋爱的时间 我还不如多跟几个新闻 转购我儿子上幼儿园的许费 被叫李哥的男人惊讶 什么 你这么年轻 都有孩子了 还离了婚 其他人也好奇地看向我 表现出完全不相信的模样 我云淡风轻 吃着碗里的菜 嗯 是啊 骗你们 我有什么好处呀 刘宇默给我说了大拇指 靠近我耳边 轻声说道 还是你高 为了摆脱这些恶臭男 竟然不惜毁了自己的名声 你怎么也不信呀 我真的有儿子 三周岁了 虚岁四岁 我包着盐水花生 一粒一粒往嘴里送 刘宇默的嘴巴 张得都能塞下一颗鸡蛋 他确实以为我是开玩笑的 万万没想到 我竟然说的是真的 你不是刚研究生毕业回国吗 什么时候生的娃 你也太猛了吧 生完学习两不过啊 意外 有了就生了呗 毕竟娃他爸基因还是不错的 生出来的娃能看 我笑着和刘宇默开玩笑 刘宇默激动的要看宝宝的照片 我就缠不过 只能把宋嘉许的照片翻出来 给刘宇默看 我靠 这叫能看 BJB都捏不出 比你儿子更高的颜值好吗 不行 下次带出来给我玩 要能生这么好看的宝宝 我也愿意当单亲妈妈 我直骂刘宇默啥 单亲妈妈有这么好当吗 很辛苦的 刘宇默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 只是边看照片边问 暖暖 你儿子这么好看 我现在比较好奇 他爸爸长什么样 是不是很帅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江景的颜值有目共睹 是可以当整形模板的存在 但我总不能说 嗯 帅惨了 就是昨天当众对我的那个江总吧 刘宇默看我不答话 还以为勾起了我的伤心事 对不起啊 男男 你们既然会离婚 那肯定是男男的对不起你 我不应该戳你上巴的 也不算是吧 我草草敷衍完 觉得有些闷 再和同事们聊了会儿 就找了个借口 躲出去透气 我打开包厢门走了出去 看到墙边的几只烟头 还皱了皱眉 谁呀 这个没功德心 抽烟乱丢烟头 我看到走廊尽头的安全通道 就想打开门 找个楼道坐一坐 一个人静静心 谁知 我刚拉开门 就被一只大手揽住了腰 往楼道推了一把 将我整个人压在了墙上 嗯 江景 怎么是你 我看清了来人 下意识的呼声 转化成柔声的询问 江景笑 今天刚好有应酬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你 我闻到了浓重的酒味 皱了皱眉 你喝酒了 还喝了不少 怎么 关心我 我抬头 恰好对上了江景灼热的目光 我不自然地撇开了眼 又看到 他洁白平整的白衬衫 解开了上面的几颗扣子 露出了里面银白温润的锁骨 性感中 带了点欲 江景身上传来独特的冷香 与淡淡的烟草味相结合 更能勾起人的遐想 我耳垂有些发红 我一向经不起江景这样的目光 我承认 江景身上的每一点 我都抗拒不了 你 你先松开我 离我远一点 我要说 不能 江景似是要故意逗我 总之我说什么 总能对他找到话堵住 江景 我现在是个生了娃的有福之父 这你知道吧 你知道我昨天一夜没睡 脑子里在想什么吗 江景嘴角上扬 眼神中带了几分皮 他抬出一只手 禁锢住我的下巴 迫使我抬头 与自己对视 我在想 要给你老公多少钱 他才愿意把你还给我 有满性感的嗓音 传入我的耳朵 我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小声质问 你疯了 也不算疯 毕竟你知道的 不管多少 我都出得起 说完 江景温热的嘴唇 大到的压下 他的舌尖放肆地 在我唇边辗转 似乎不满足榴莲在外 他轻轻捏了捏我的脸颊 逼我打开牙关 舌头灵活地钻近 在我的口腔中 肆无忌惮地掠夺 我掐紧江景的腰 想让他松开 可这举动 不仅没有让他松手 反而让他拥得更紧 两久 江景喘着粗气 离开了我的唇 此时气氛真是暧昧到了极致 我被他惹出一身汗 无力地靠在江景的怀里 均匀着自己的呼吸 暖暖 我听到了 你说你离婚了是吗 我身在一江 已经很久没有 从江景口中 听到暖暖这个称呼了 是又怎样 嫁给我 让我照顾你 还有你的宝宝 我猛抬头 想要探究江景是不是在开玩笑 只可惜 目光清平中带着真诚 他是说真的 你疯了 江景笑 这是你今晚第二次说这句话了 但是我告诉你 我没疯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不 你醉了 大醉特醉 江景要娶的 是华越集团的大小姐孟月 两人都已经病亲了 今天又是闹乱样 暖暖 我没醉 你之前跟我赌气 随便找了人嫁了 又因插扬错生了孩子 这些我都不跟你计较 只要你回到我身边 我全都不在乎好不好 江景紧紧搅住我 像是孩子般 不在我的肩头呢喃 我正了正 忍不住伸手回报了他 哽咽着回答 江景 忘了我吧 我们都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 看了好 我不要了 我觉得 妈妈说的对 江家高门大户 又怎是现在的我配得起的 一个是京城顶尖豪门的接班人 一个是畏罪自杀的贪污犯之女 光是凑在一起 就足以让人笑话 江景默了 没有回答 我收拾好情绪 轻轻推开江景的怀抱 转身打开安全门走了出去 而江景 也没有继续追 我以为已经说的清楚明白 以后我和江景 就不会再有交集了 虽然心痛难忍 但肠痛不如短痛 这么些年 一个人摇过来了 回到家里 我看着坐在沙发上 一本正经看财经新闻的宝宝 脑门上留下三条黑线 我洗好手 挑颗阳光玫瑰往嘴里塞 妈 你说小橙子出生的时候 是不是忘喝梦婆汤了 别的小孩整天就知道看动画片 她倒好 天天就盯着新闻 苏若梅正在做饭 听到我的话 捡了一颗青菜 丢到我脑门上 都是当妈的人了 说这话像话吗 宋家徐转过小脑袋看了眼我 又专注得盯着电视 直到看到那个和自己长相 如出一辙的男人 才心满意足地关掉电视 跑过去扑进我怀里 宋暖 我饿了 饿了 外婆已经做好饭了 咱们吃饭 嗯 我捏了捏宋家徐软萌的小脸 抱着他坐到儿童椅上 给他碗里加了菜 宋家徐皱着小眉头 将里面的洋葱胡萝卜 还有沾过葱姜蒜味道的菜 默默地加出 又把带了甜味的菜 也一一挑出 我一阵头疼 这娃 可真是哪哪都不随我 要不是亲眼看着他 从自己肚子里出来 我真要怀疑 儿子是不是直接克隆的 宋家徐 你能不能不挑食 宋家徐一边挑菜一边回答 不能 我看着宋家徐认真的小表情 服我叹气 这说话的语气表情 也一模一样 周三 我一到台里 同事们不知道又在讨论什么 既热闹又激烈 刘雨漠一看到我 就把我拖了过来 难道你知道吗 咱们新城被收购了 今天新老板会过来 你猜猜 新老板是谁 是谁都跟您过没关系 咱们小员工哪里管得了上面的事 宋云朗走过来 似乎心情不错 此言诧异 后台越大 咱们的福利也越大 以后 咱们的工资水平会直线上升 这我说没毛病吧 我对这是没什么兴趣 随意点了点头 去茶水间接了杯热水 我边走边喝 刚走到办公区 门外就传来阵阵喧闹 刘雨漠站在我身旁 紧盯着门口 声音越来越大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今天来了什么大明星 带领导们簇拥着新老板走进来 我一口水如树喷出 还有些啃在喉咙里 呛我满脸通红 刘雨漠边对我顺其边说 哇 虽然江总帅的惨绝人寰 但你也不用正激动吧 前几天都还见过 虽然他嘴上正说 但眼睛却和其他女同事一样 一直定在江景脸上 江景淡淡地扫了眼我 在电视台领导的引导下 进了自己的专属办公室 这下 女同事们就像颠炮般炸开了 大boss真人比采访中还要帅 那些人怎么拍的 镜头根本拍不出他万分之一的帅气 就是 都该好好回去进修了 我现在好羡慕华月的大小姐啊 竟然能拥有这么完美的未婚夫 刘雨漠凑上去八卦 定了吗 江总和孟小姐真的成了 八九不离十 小道消息不都这么传的吗 门当户对 绝配啊 刘雨漠点了点头 又转身摸到认真写稿到我身边 巧声问道 暖暖 我知道你和江总认识 她和那个孟小姐 是不是真的呀 多偷点风声呗 我在键盘上敲击的手顿了顿 四年前的那天 江景的电话一天都没打通 后面有人突然多打电话 导致我江家有意 让江景和孟月联姻 还得靠听了一段录音 理通 确实是江景的声音 内容是 江景亲口答应会和孟月订婚 此刻 有心中激起千层浪 江景对我的喜欢 对我的好 都不是假的 但这件事我才明白 童话终究是童话 一触碰到现实 就会变成泡影 一碰就碎 所以不管江景对我说 再多的甜言蜜语 我现在也只会当作 是裹着糖衣的毒药 应该是真的吧 不是都有新闻报道过吗 我回答完刘雨默的问题 就低头继续工作 刘雨默像是掌握了 第一手消息的狗仔 兴奋的和其他女同事 八卦去了 八卦了一会儿 刘雨默像是想起了什么 又回来了 暖暖 我突然想到 你的儿子长得好像江总啊 他们两个好像亲生父子 你的那个前夫 该不会是江总吧 所以他才会收购电台 只为了追妻 刘雨默越说 越觉得这件事像真的 他瞪大眼睛 盯着我绝美的脸蛋 脑中已经脑补了 一万本霸道总裁 为爱追妻的小说 我早知道 就不让刘雨默看儿子的照片了 谁能想到 他竟然能把这两人 联想到一块去 但也不怪刘雨默多想 父子俩确实长得太像 现在网上不是有很多小孩 长得像什么明星吗 难道那些小孩 真是那些明星生的 刘雨默想了想 也是 网友都说 就算明星本人 也生不出正向 以后就算江总和孟小姐结婚 应该也生不出 比你儿子更像江总的小孩了 还好刘雨默自己会脑补 也还好他是个神经大条的 我松了口气 给稿子写完了 素材做好了 怎么今天这么闲 我的稿子 刘雨默嚎叫着冲到工位上 开始恶补 我笑着摇了摇头 继续敲击键盘 将近懒洋洋的靠在椅子上 执着一支钢笔慢悠悠转着 他透过落地玻璃 看着忙碌的我出神 我从小跟着我妈妈 学习古典舞 气质好到出城 别的女生坐在工位上 都有些眷懒 只有我身姿鼻挺 一太端正 丝质的白衬衫 搭配黑色包囤裙 有了前凸后翘的身材加成 简单的职业装 穿在我的身上 显现出不一样的诱惑 勾得江景有些心仰 曾经的女孩终究是长大了 变得更有女人的风韵 也添了几分昧 我工作之余 仿佛感受到 有道炽热的目光 一直落在自己身上 我觉得全身都不自在 没忍住抬头 看了眼江景的办公室 却没想起来的目光 在空气中相接 反倒令我心跳加剧 我及时撇开自己的目光 我装作忙碌的模样 落在江景眼中 到多了几分可爱 叮铃铃 办公桌上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 我看了眼显示屏 是老板办公室打来的 我抬眼 看向江景的办公室 江景做了个手势 适应我接电话 纠结了几秒 旁边的同事都开始提醒我 电话响了 我无奈 只能接起 江总有何吩咐 来我办公室 嘟的一声响 江景已经挂断了电话 我拿开话筒 无语地盯了他几秒 万恶的资本家 还真是想一出谁出 我深吸口气 一开椅子 缓缓走向江景的办公室 我站在办公室门口 做了好一会儿心理建设 才敲响了办公室的门 近来 我打开办公室的门 走了进去 办公室外 同事们炸锅了 完了完了 江总这是 要跟宋暖算总仗呢 宋暖上次顶撞了他 是不是要把宋暖开了 同事们翘着脖子 朝着江景的办公室张望 江景按下按钮 直接把窗帘关闭 完了完了 关窗帘了 宋暖不会要挨打吧 有可能 别看江总长得好看 我听说他的脾气很臭 看不爽 杀人都有可能 员工们越传越离谱 在办公室里的两人完全想不到 短短几分钟 他们俩已经一个变成了嫌疑人 一个变成了受害者 办公室里 江景微微仰头 看见站在对面的我 骨节分明的手指 不规律地敲击着桌面 坐 我不客气地坐在江景对面 静静地等待江景发号施令 江景出气不意地 从裤兜中掏出打火机 推到我面前 没有了 给我加油 我看了一眼打火机 无语 江总开什么玩笑 这点是多的 是人愿意帮你干 我还有很多工作 没事的话 我出去了 江景 谁买的谁负责 那就扔了 一个打火机而已 多贵的江总都买得起 宋暖你是不是没有心 我猛地抬头 对上江景灼灼的目光 我清楚地在他眼中捕捉到 那一闪而过的伤感 没事的话 我出去了 等会儿 把这个拿上 江景把一个小袋子 放在桌上 里面 是和医生开的药 是这五月子病的 我正愣了一瞬 还是抓过了小袋子 起身的时候 还有些踉跌 虽然不想再和江景 有过多的牵扯 但心中的感受 却实实在在骗不了自己 我还爱他 我总是在理性和感性中 自相矛盾 出去的时候 我还是带走了桌上的打火机 老板的命名 我还是要听的 江景望着我仓皇的背影 嘴角的笑意有些明显 下班之后 我乖乖地去买了火机油 回到家第一件事 就是离开灌满 这只打火机是定制款 以前都是江景给我送各种礼物 那天我突发奇想 想要给江景送个礼物 但又不想花家里和江景给我的钱 就和闺女约好了去兼职 几天兼职下来 才够买得起这一只打火机 当时还是市场千金了我 哪里做过什么苦活累活 为了买这只打火机 我当过盘子当过收银 搞得全身酸痛 手上还烫破了皮 当我把包装好的打火机送给江景时 江景面容上涌现了肉眼可见的感动 但还是披头盖脸 倒说了一顿 因为他看到了我手上的伤口 心疼到双眼发红 那几天 我吃饭都是靠江景一口一口喂下去的 就连洗澡也不靠他帮忙 当时 我还调侃江景是个色胚 总是趁着洗澡对我上下起手 骚得我全身发烫 一幕又一幕回忆流转在心头 我抚摸着打火机 眼泪大颗大颗往下落 宋暖 我今天想跟你睡 不知何时 宋嘉许站在我身边 我赶紧收拾好情绪 用纸巾擦干脸上的泪水 把宋嘉许抱在怀中 香香软软的宝宝抱在怀里 我轻叹了口气 宋嘉许的小手抓起桌上的打火机 他小心翼翼地把玩了一下 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似乎对他很感兴趣 宋暖 这是谁的东西 上来就问是谁的 这伤看来也随了他 你妈老板的 宋嘉许乃声乃气道 宋暖 不能说脏话 没说脏话 我是说 你妈妈的老板的 听懂了吗 哦 我无语 自己这么活泼的性子 怎么生了个这么高冷的儿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 他是我爹